机票被更动 旅馆被更动 种种迹象显示 该旅行社财务发生问题 必须立即不出团 是损失最小的方式 语气中满满无奈 花了28万参加欧洲之旅 沈医师却垫付台币208万 才让团员结尾脱身 这个团都是我的朋友 我不能让我的朋友受到伤害 这个团是我整个设计的 行在克罗埃西亚已经接近尾声 事实上个人身上的现金 已经非常有限 所以对方最初的要求是 留在原地 就是留在缆车 下来的原地 每个人去提款机 提2000欧元 其实这团欧洲之旅 由沈医师组成27人团 都是互相认识的好友 走到行程第九天 隔天要搭机 才得知台湾旅行社 根本没付款 给当地的地接社 迫于无奈刷卡付款 但过程中一波三折 就直接打电话给赵峰的高层 赵峰高层我说 我落难了 我需要钱 没有棒花 你周六晚上12点 根据对方的信件 我可以确认 我可以确认台湾并未付款 因为对方讲 9月26号付的钱 你到现在10月5号还没有付钱 当时在克罗埃西亚 被丢包是当地下午3点 台湾时间是周六深夜 沈医师先后联系三间银行 花了三小时 才刷第一笔3万欧元 领队也刷了3000欧 后来银行同意放行 三百万台币额度 但地阶社和饭店都接连追加 未付款的款项 沈医师一共刷了五万多欧元 钱要的回来 要不回来 不是我的重点 我的重点是人能够平安回来 这是我要诉求的目的 那你回来之后 有跟旅行社做沟通 刚才那句话我已经没有钱了 沈医师说当初从台湾出发 就因为机位问题闹得不愉快 就该当机立断取消 如今垫付两百零八万 仅凭一张借据 旅行社负责人 两手一摊说没钱 得做好最坏打算 TVBS新闻期间和嘉宜报道